姑丽娜扎现身酒店扎丸子头少女直标升 姑丽娜扎现身酒店扎丸子头少女直标升 近日,姑丽娜扎现身酒店丸子头加号泡泡秀少女直标升,双手扶电梯身板比直腿长2米。 由高熙熙指导的电影《游戏规则》正在供应,影片讲述在硝烟弥漫的上海滩发生的各种爱恨情仇。 片中,九十后小花蛋顾丽娜扎饰演黑帮千金唐千千为这部弥漫助男性和儿们的热血动作戏增添了一抹温柔。 首次在大萤幕但刚出演女主角那扎的表现被网友评价有惊喜。 在那扎看来,刘莹归来的唐千千有助新潮的思想,心存大意又很有胆识。 卸后一中人后,她大方追逐爱情,亲手给对方包扎伤口,勇敢表白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我都爱你,尔玉清迪则毫不客气地怒对为救情人更不惜违背父亲的意愿。 她的性格有点像小辣椒,是那种毫不矫情的可爱姑娘。 那扎说。 复杂的处境是唐千千的心里发生很多不同的变化,前期她是不安世事的少女,后来经历了乱世纷争和亲情背叛,她慢慢成长。 唐千千千先后经历了两场刺杀,而无论是惊险刺激的马车追逐戏,还是险像还生的高空逃跑戏,这些动作戏都由那扎亲身上阵。 她说,马车追逐那场戏很惊险,拍完之后我的手臂有些擦伤。 高空逃跑的时候也很恐怖,大概有五层楼那么高,拍的时候没有想太多,但后来看回放还是有些后怕。 影片的故事背景是民国时期,那扎的造型也充满那个时代的韵味。 不同材质的长裙,充满少女感的蝴蝶结套装,各种风衣等,我都很喜欢。 那扎还看了很多关于老上海的片子去找感觉,之前我演古装戏和现代戏比较多,这次是第一次演民国戏,很有新鲜感。 那时候的大家闺秀很有含养和韵味,我希望能把这种感觉更好地表现出来。 各位! …… r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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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